第18题 大家都知道硫酸酮水溶液呈蓝色 如果正极选用铜片 负极选用碳棒 通电之后硫酸酮水溶液颜色会如何变化 硫酸酮水溶液会呈现蓝色的原因是因为铜离子 如果铜离子浓度大 颜色会比较深 铜离子浓度小 颜色会比较浅 而我们晓得电解硫酸酮的时候 不论我们的负极是选用碳棒或铜棒 它负极发生的反应都是铜离子会产生铜 会生成铜 但是如果是在正极的话 如果我们选用的是碳棒 它会产生氧气 如果我们散用的是铜棒 它会发生的反应是 我们的铜会变成铜离子 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说法上是我们的正极选用铜片 所以呢我们的正极呢是有铜会变成铜离子 而我们的负极呢就是铜离子会变成铜 正极呢产生一个铜离子 负极呢少掉一个铜离子 所以铜离子的浓度不会改变 因此颜色就不会变化 所以第18题问我们说 通电之后硫酸酮水溶液颜色会如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择是A 颜色不变 我们下一个铜离子 谢谢大家